我們現在先開箱 這部是Iris Oyama 第四代塵滿機 我已經用過這部機了 哥哥說這部機很輕 小朋友可能都可以用到 大家好 我是蕭媽 剛才看到大N幫我開箱 就是Iris Oyama 第四代塵滿機 其實我家裡也有一部Iris Oyama 第二代塵滿機 我們已經用了幾年 這部機為什麼我會買呢 最主要是因為大小M 都有一些過敏症狀 它們本身有濕疹 亦有鼻敏感 大N晚上整天都流鼻涕 而皮膚有時也會癢 所以我買了這部機回來 我打算可以幫它吸一下塵滿的 在床褥和枕頭的位置 我知道有第四代機 馬上換一部 因為有第四代機 它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的拍打功能厲害了很多 它每分鐘可以拍一萬四千下 比起我這部舊機當然好很多 好 讓我看看這部機 這裡有三個力度的鍵 標示有強力 標準和弱的 這裡有一個沉滿的過濾網 你試試拔出來 這個就是過濾網 可以用水洗的過濾網 然後你放在這裏 這個小碗都可以洗的 如果吸了出來很多層 這兩個位置都可以拔出來洗的 這個那個紙要換的 這個可以換的 就是剛才的袋東西 上面這個位置都可以拆的 剛才我看過說明書 好一點 對了 這個又是一個過濾網 一個濾網 就是這個HEPA13的過濾網 你放進去吧 這個呢 最重要的是這裡有三種顏色 紅色代表什麼呢 就是很骯髒的意思 綠色是什麼 很乾淨 很乾淨 黃色就是一般 我們稍後實測一下 你的床有多乾淨 有紅色有黃色 有紅色有黃色 有紅有黃 吸在那邊 剛才有紅色有黃色 紅色就是代表層滿 是比較厲害的 黃色也是一般 綠色就乾淨 你的角頭很骯髒 原來你的床也不是全部綠色 有些是紅色有些是黃色 那個位置 枕頭也有黃色 可以轉換不同的模式 有強藥 這個就是藥的模式 再加強一點 聲響就大一點了 最強呢 最強是怎樣的 長按 好 吸了一段時間 好像床褥就變乾淨 全部都是綠色 你試試吸一下你的皮 這部機器很輕便 細細部小朋友都可以控制到 好 好了 到妹妹了 到妹妹吸你那張床 你要開機才能吸到的 還沒開機 你覺得哪裏最髒 是否角落的位置 你有沒有吸到 那裏最髒 好 你嘗試吸一下角落頭 看看會不足 嘩嘩 變色變色 嘩 嘩 為什麼你的枕頭這麼髒 呢 好了 剛才哥哥已經吸了一輪 妹妹又吸了自己的床 我們現在打開這個隔層網 這個位置 看看吸了多少層 好 看著 好可怕 為什麼 你兩張床 和妹妹的床 原來有這麼多層 這麼大層 嚇死人了 剛才我不是看到很多紅色的 原來是 都吸了很多 都是黃 有些紅 但是原來 都吸了這麼多層 出來 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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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網 我們要扔掉 然後再洗 我講一下 Iris Oyama 第四代有什麼優點 我覺得最棒的就是 有個紫紫燈 你就知道 哪些位置 你要加把勁吸多幾下 另外 就是它的拍打力 非常之強勁 第四代的拍打力 就比起我這部舊機 當然是厲害了很多 它每分鐘可以拍打一萬四千下 Diam去實測 它吸一兩下 看到紅色 黃色 一兩下 就會變回綠色 另外 它的機身非常之輕巧 看到大M 它一個小朋友 都可以輕易地控制到這部機 大家做家頭細毛的時候 就不用長期拿著一部很重的機 令大家很累就不太好 這部機輕巧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優點 不過它的缺點就是 因為剛才錄影的時候 聽到是很吵的 聲音比較大 特別是 如果你調了是強力 強按 強力的話 它的聲響是特別大的 如果普通弱的話 聲響會小小小 但是 你睡覺的時候 或者大家休息的時候 就不要用這部機了 最好就是日頭去做這個清潔 就不會吵到大家睡覺 就這樣 今次先分享到這裡 下次如果有其他家電 值得推介給大家 我們都會分享 好了 我們拜拜 拜拜